我想我們的海岸因為常常受到颱風、暴雨以及整個海流的關係 還有潮汐的因素的影響 常常有很多的漂流木 尤其海漂垃圾的大量地基 就造成了一些海岸參亂的問題 行政院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特別持續的在推動向海致敬海岸整體維護清潔的計畫 希望透過跨部會的一個分工整合 能夠讓我們守護我們的海岸資源 跟保護我們的海岸的環境 那麼馬祖的海岸是我們第一核川局的一個轄管的範圍 無論是保護的工作 還是海域周邊的這個環境的整齊 那都是我們必須要去行動工作 那麼這一次我們局內特別這個藉由結合 我們環溪湖水志工的一個 算是異地的一個方模的一個機會 來到馬祖 那麼這次特別設定在仁愛海滴 來辦理這個 這個特別來辦理進行這個淨灘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能夠替我們馬祖的海滴的海岸周邊啊 盡一分心力 那麼未來我們也編列了相關的經費 然後來益助來協助我們的地區這邊 只有香港各海滴周邊的環境來做來做處理 來做這個繼續做繼續維護的工作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這個小小的一個益助 能夠我們必須能夠盡一分心力的事 能夠我們必須能夠盡一分心力的事 就是樹榮工商啊 人員是這個 我們都是喜歡環境乾淨的 所以我們就每個人都是 自動自發來參加這個活動 1,2,1,2,3 1,2,3